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现代的运动项目无奇不有 不过因为向往中世纪骑士之间的格斗 中世纪格斗的世界大赛也因而产生了 参赛者手拿武器身穿盔甲 在场上互相击打 仿佛真的穿越时空回到中古世纪一样 队台上比赛的可不是拳击格斗 身穿古代盔甲 手拿刀剑的斗士们 真坎猛批的想把对手击败 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中世纪格斗锦标赛 来自俄罗斯 波兰 斯洛伐克和英国等国家的 30多名斗士们 穿着全套中世纪盔甲装 轮流上场比武 参赛者身上必须穿着高达20公斤的盔甲装备 所以除了有战斗的精神外 身体也必须能负荷得了这好几公斤的装备 在经过多个淘汰赛之后 男子组由来自俄罗斯的弗拉索夫获胜 以东装杯国际骑士冠军的头衔 将冠军抱回家 除了男子组 女子组也不让许美 由艾尔居纳获胜 这项大型赛事已经举办了多年 据参赛者表示 这是个高水平的比赛 优秀战士会想参加像这样全接触式的专业格斗 让比赛很有看头 好